多次檢查都正常 多次檢查都正常 我们看起来可能要十几年 因为感染乳突病毒之后到癌变 大概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如果你过去十几年的检查都正常 然后或者是你的子宫颈 因为良性的疾病切除 像子宫肌瘤 肌线症 内膜异味症 你子宫已经切除了 那你可以不用再做抹片 所以如果你六十五岁以上 然后你都已经没有新行为了 而且你过去十几年的抹片检查都正常 你可以不用再来做抹片 但是因为台湾的医疗很便利 一年一次抹片检查 来做抹片我们同时会帮病人做内诊 所以顺便压一下肚子 子宫软肠会顺便帮他一起看 不是只有做子宫颈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病人 每年来让医生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 微创手术的医师 你也很有把握 能够把肿肉都清干净的话 你可以跟病人做好这个沟通跟了解 因为其实微创手术跟开腹 在病人的术后的疼痛 生活品质 有些病人他宁愿选择 这个生活品质比较重要 他没有在乎差一点点的存活期 对那再来的话 因为我们的腹腔镜手术 这个在我们的腹科肿瘤里面 我们会用一个叫做子宫支撑器 就是子宫支撑器会从子宫颈放进去 到子宫腔里面 在手术当中子宫可以摆左边摆右边 他摆到左边去的时候 我们的右边空间比较大 我们就可以切除这边的一些组织 摆到左边去的时候 可以切除另外一边的组织 那这种子宫支撑器在置入的过程中 当然就有可能会碰到肿瘤 那在拿出来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把癌细胞掉落在硬道里面 这也是一个风险 像日本他们会用手术前 直接把子宫颈用缝线缝起来 让我们不要 就是不要让这个肿瘤有掉出来的机会 就可以减少这个复发的风险 目前微创手术在子宫颈癌的证据就是 依照每一个医师的经验 那加上现在就是这个 根除性手术的术师又比较少了 所以就对在我们这一辈 可能训练的有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下 大家都会尽量采取开腹式手术 会拿得比较干净 原胃癌最多最多就是做到嘴壮切除 那但是当然如果你有高风险型的乳突病毒感染 你原胃癌切除之后如果又一再复发 那可以考虑切除子宫 如果你已经没有要生育的话 但是子宫颈癌 就算你是非常严重的侵袭性癌症 要切除子宫 卵巢拿不拿也都没有相关性 这是没有一定要拿的 除非你是停经后 也没有要保留卵巢的必要性 那可以一起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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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